五千区西凉孤注一掷 两次攻打长安实力 该何去何从 先看关中战场 京主一路推过浮风码头 顺带也控制了紫乌谷码头 4月5号晚10点 抢下西凉三盟的杜阳 4月6号下午4点打下怀里 与西凉主盟对峙于安定码头 京主另一路也封死了杨平关 穿过浮风郡打到安定峡谷 目前关中左侧国图也算各有归属 西凉主盟也在多个战场 开启了控号的夜战模式 将山东主盟推回了上落峡谷 继续与江东对峙于蓝田 再看河北 据说出现了联盟倒戈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 反西凉势力冲出蒲板金 包围临近逼近孵城 在冯义军中间码头展开对抗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重重包围和急速推进 西凉于4月6号晚10点半第一次攻打长安 准备开启国土保护 主力破防用时10分钟 器械最高挂成350对左右 工程打满了一小时 直到首军恢复最后一轮 全体体力耗尽 仅差3000耐久以失败告终 让全区都没想到的是 仅仅隔了不到7小时 今天早上6点 西凉孤注一掷再次攻打长安 最高挂成230对左右 在工程时间翻倍 耐久减半的情况下没能拿下 这对西凉无疑是雪上加霜 蓝田虎劳关和内战场门神多人被俘 靠毕城和营救勉强拖延 5000区目前暗潮涌动 下期我们继续来说